被删整除的就是加一个这个 能够被删整除的就是加一个底色 基本上我的撰写方式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把原来的99层法表这一段 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我是把它贴上贴到这边来 贴上之后的话 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就刚刚那个逻辑 然后如果这个逻辑判断里面为处的时候 多增加这个 就是底色改成黄色 那输出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是这样改 基本上就是 也许可以这样 能够被删整 也许这边把它贴到这边 然后这个假设 这个这个这边 多加一个 因为名称不能一样 方法名称不能一样 OK 所以假如你这边 那当然你这样的输出是 只是原来的啦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的话 关键在这里 多加一个什么 TAB然后IF IF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I 列号 减1 因为那个这个I的值 比原来那个九十八表里面多1 所以 能不能被整除 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数 求余数的话 就是MOD MOD3 等于0的话 OK这边就 MOD是 除以3 余数多少 如果余0的话 then 表示整除 那这个地方 不过我发现 我刚刚的写法还可以再精简 反之 反之就是不是 余数不是为0的 就是不是整除的 那如果不是整除的话 其实好像 干脆就把这个放外面 这个不用加好了 其实就是多做一件事而已啦 多做一件什么事 就是能不能整除的事情 如果能整除的话 做什么 反之的话 就是一样输出 那其实如果说整除多个什么动作呢 就是增加那个底色 所以增加底色的话 那就是把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Sales IJ 它里面 底色改成 那个黄色的写法 这样的 我的习惯 光芙你可以先不要加 为什么 因为你点一下 你才会出现 光芙加的 它点就不出现 那底色的话就intero 所以你打一个intero in大概就出完 intero 这个 空一格 它帮你输入 点color 所以intero color 指的是底色哦 所以这个 那你慢慢打 打9 大概就知道RGB 颜色的话就是255 豆点255 豆点0 那这个就是0到256 等于是0到255 就是256 等于是2的8次方 8位元颜色 所以实际上 电脑能显示颜色 总共就是32位元的颜色 大概1000多万种颜色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最后再把这个什么刮壶放进来 不过记得哦 这个刮壶一定要加 因为你刮壶不加的话 变成所有的底 如果这个刮壶不加 意思就是 整个工作表全部底色都变成黄色 OK 那也就是当它是整厨 就加底色 如果不是 那就是也是输出 所以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多加个底色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格式 清除格式的话 怎么清除 实际上清除格式 我 我们当然可以把底色 跟字的颜色都去掉 不过我发现去颜色 它会变成灰色的 反而更奇怪 所以我后来发现 干脆你把底色 变成白色的 有没有 底色本来就白的 然后呢 字的颜色 把它变成黑的 OK 不过好像 是不是底色换就好了 所以这个好像应该清楚 我看清楚格式 字好像字不用换颜色的样子 底色换一下看看 对 所以字的颜色 好像这一行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OK 除非你把字的颜色换掉了 那你就需要再把它改回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换个颜色 就是换个底色 没问题 然后去掉底下的颜色 也没问题 就是清除格式 OK 那最后的话呢 再来就对角线 对角线我想跟刚刚上面的部分 也是差不多的对角线 对角线部分 看一下对角线在这边 这个 那实际上就我刚刚讲的 一副 对角线的话是把这个 我看执行过 就是 当然我这边是除了换底色之外 也换了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变红色 所以呢 我对角线 当然我就是把刚刚99的代表 复制贴上 后面再加一个底线 对角线 就是这个 那条件的话就是 刚刚讲的 如果 I等于J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是或 特别是要或 不可能end end不可能你又相等 然后 又 等于是相加等于10 除非有一个可能性 应该是什么 等于相等 可能最后应该只有一个 就只有这个 因为只有它是两个相等 又相加等于10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 这个是偶尔或 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成立的话 那就把什么 底色变成黄色 这个刚刚讲过 intero color 等于RGB是2525 质的颜色如果红色的话 那就是RGB25500 这个红色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跟刚刚一样 那其他就是输出条件 所以基本上 只有对角线的 这些储存格会被改变 其他的还是照正常状况输出 所以基本上做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对角线 那你可以把它清掉 不过清除格式 所以刚刚为什么要多增加一个 清除字的那个部分的话 主要因为我对角线有变更的 变红色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字的颜色 恢复成黑色的话 那会怪怪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OK了 所以对角线 清除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可以理解 只是说多增加了几个动作而已 当然OK 那其他的话待会 也许再延伸出去 后来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是 这个九九成法表 我希望换个框线可不可以 OK 然后可不可以加个实线 加个虚线 把框线清掉 因为其实你们做完VBA之后 最后呢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交到框线 可是后来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画框框 因为有时候你要 要列印出去之前 希望能够 最好能够自动画一个 我需要的框线 再列印出去感觉会更完备 所以怎么样加框线 加这个 那框线部分当然不外乎怎么样 不外乎有几个设定 什么设定呢 不外乎就是实线 标准的 不外乎就是虚线 那不外乎就是加颜色 大概这些吧 那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自动加 不是说你事后再自己手动加 这个我想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主要是这 刚刚那三段程式 这三段程式 基本上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 不过我发现我刚刚的程式 还是可以再更精简 也许这一段跟这一段 可以再再简化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